关于施罗德和德国男篮 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事 施罗德在2013年第17顺位被老鹰队选中 选秀前效力于德国联赛的布伦瑞克俱乐部 如今他是这家俱乐部的大股东 也就是说德国队这些队员 有一部分跟施罗德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众所周知 施罗德是胡人旧将 但你不一定知道 他的队友邦加和大瓦格纳也是胡人旧将 而且还都是被胡人选中的新秀 大瓦格纳是18年的25号秀 邦加是18年的39号秀 这两人都只在胡人打了一个赛季 19年为了给签约密宝卡腾空间 被打包交易掉奇才换了空气 大瓦格纳本次世界杯场均11.9分4.8篮板 是德国队内线的定海神针 邦加场均7.8分 三分命中率超过40% 有着数据无法体现的防守作用 两人都为夺冠立下汉马功劳 德克时代的德国男篮 最佳战绩是欧锦赛亚军和市锦赛季军 08年奥运会输给中国男篮 五元八强 现在这支德国队 去年拿了欧锦赛季军 今年拿了世界杯冠军 只要在明年的巴黎奥运会有所建树 即可超越前人 本次世界杯 施罗德场均19分6助攻 当选MVP 给他颁奖的世界杯大使卡梅罗安东尼 曾是单换他的筹码 2018年为了给特雷扬让位 施罗德被交易到雷霆 从核心降为替补 必须用有限的球权打得更加高效 这也是施罗德职业生涯最关键的一次转折 施罗德刚进联盟时 头上有一小作黄毛 这是因为他母亲是理发师 他希望儿子把头发全部染成金黄色 但施罗德不喜欢 于是就意思了一下 作为德国长大的孩子 施罗德非常喜欢踢足球 曾在胡人训练营 三分线外一米远的位置 一脚将球踢进篮筐 恐怕职业足球运动员也很难做到 施罗德同样是个滑板高手 就算不打篮球 在其他领域也会做得不错 所以说一名球员的成功 一定是多维度长时间的积累 你活成怎样的人 就会用相应的方式比赛 本次世界杯 德国跟芬兰 澳大利亚 日本分在一组 开打前一组被称为死亡之组 而德国队就是死亡本身 五场小组赛全胜 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 八强赛对阵拉托维亚 施罗德26投进4中的情况下 德国队四人得分上双 将小黑抬出会议室 四强赛打美国队 欧布斯特关键时刻 黄岛哈利伯顿命中大心脏三分 邦家盖掉大桥的上篮 送出关键防守 泰斯、小瓦格纳、欧布 三人得分20家 共同成就了施罗德最后的致命一击 遥想02年世锦赛 同样面对孟之队 德克孤军奋战 狂砍34加10仍无力回天 21年后的今天 看到这支年轻球队的整体战斗力 诺天王应该也有所感怀 2013年 19岁的施罗德 在耐克篮球峰会得到18分6助攻 带领世界队打败了美国大学生队 这是美国队连续两年 在耐克峰会吃败仗 上一年战胜他们的世界队 主力中锋名叫王哲林 大王19分8篮板的表现不次于小黑 施罗德打完这个比赛 就参加了NBA选秀 而王哲林则回到了培养他的福建南篮 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而被齿轮带动的 却不仅仅是运动员的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